话题 话题 OK 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我是Dudududu 今天又是来分享我个人穿搭的风格给你们看 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就是套装 所以今天我就要分享 用一个套装 可以变出五套的不同穿法 所以今天就给你们看一下 今天的套装是长什么样 这个套装是 就是来就是长袖的短板上衣 配一个三到四分的一个运动裤 所以它算是一个运动系列 所以今天我就要用这一套 变出五种的风格给你们看 所以马上就进入我们的第一套 所以这个就是我今天的第一套 其实我这第一套我没有多大改变 我只是把原本的那个套装穿在上面 然后自己去选一个发型跟配搭一些配饰 所以套装为什么这样多人喜欢 就是因为它就是完全可以不用给头脑 稍微带一点配件就很好看了 就是一个全黑的套装 配饰就是有项链 然后还有百搭二花 其实如果你们有想看我的这一个月的影片的话 其实你们看我的东西配件 来来去去应该都是差不多的 我自己也是这样学的啦 绑我的招牌两个丸子头 平时我只是带绑丸子头罢了 像今天我就有再绑多一个头巾 然后我的鞋子一样是vent 很轻便的 所以现在进一个小cap world 给你们看 OK所以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第二套 第二套勒 我自己觉得是蛮好看的 而且还又简单 超适合运动型女生 OK我就是拿了一个像这样子的运动长度 然后它不单单是blend黑色 它还有混配紫色的线条在旁边 yeah all right 所以它这样所有的概念 而且它的布质是那种 鱼式的那种布 OK所以肥话少说 let's OK好所以这是我的第二套 OK可能你们这样看会有一点奇怪 其实看久了应该也不会怪 它特别是在我肚子这边 我的想法是有一些装饰在肚子里 因为如果没有这片东西的话 我是完全是露毒妆来的 我就想来点特别 因为单单露毒妆的话就很normal嘛 家里又没有肚子的装饰了 我就想到有容易 可是这个可能太大片了 如果它稍微细一点的话 其实是蛮美的 然后我们传递那些 整体感是很好看的 就是很那种欧美的街头女生的传达 这样子 这套的我的概念 主要是focus在路妖的这一边 然后再来我用套装的什么东西 我只是拿它的短板上一包 裤子我就自己换掉了 大概是一个这样简单的配搭 所以进一个cap woman看看 Let's go 好了套了一段我好累哦 我还是要继续我的服装秀 ok所以第二套到这边 这样我就来到第三套 第三套的话我会运用的是 刚刚用回那个套装的裤子 可是上半身内我会换 所以第三套我会拿一个这样子的 比较欧美style的尖约缝 然后我会把它穿成直领 然后我会把它的这个长的凹上来 然后我们现在马上变装 所以这套是我们的第三套 所以第三套简单来讲 它是没有这样多的运动元素 可是它看起来也是非常的休闲 ok因为我就是拿一个短板 1-0配上刚刚那个套装的运动 4分裤 然后头发就简单的把一个马尾 就这样简单而已 然后再搭一个简约的大耳环 然后再配上一个非常运动红的耐衣包包 当然少不了最好看的 所以它整体感就是非常的休闲又好看 然后走在欧美的街道上 就会非常的街道感 ok现在来到我的时尚街道走街给你们看 go ok快的时光特别快 有些时候还没说拜拜 今天来到我们的第四套 第四套会是我搭配 会比较多一点东西 ok就是有一个 运动的Yoga裤 这样子 运动的Yoga裤 ok以往在我的频道还没有出现过 其实这种裤喔 在马来西亚 我感觉啦 还是蛮少人穿的 尤其是走在街道上 可能他们会觉得比较sop 然后可能sop妹妹受病 然后可能就很丑嘛 在马来西亚我觉得还蛮少人看到穿的 然后可是在欧美咧 基本上很多明星都是接这样子穿的 ok然后我会顺便分享一下 怎样如何去遮掩掉一些你们觉得尴尬的部位 Let's go yeah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四套 感觉叻是超级运动风的 就是那种很像去jimloom ok所以放心 我现在要顺便教你们一个小tips 把你的整个配搭提高分 再来还可以修饰掉你们的下半身尴尬 哈 对啦 就是你们只需要拿一个比较好看的衬衫 然后叻 只需要这样子绑在腰上 就可以很好地修饰掉尴尬的地方 然后而且你看到吗 我这样子绑 整个叻就更有层次感也更好看 最主要是你选的衬衫 也要配得到这身穿搭的color 像我选的就是深蓝色咯 黑肯定是白搭的 所以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我运用的是那套妆的短板T 是不是超好看 而且超有活力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棒了一个高马尾 就看起来比较有朝气咯 好 进我们的故事时间 ok 终于终于来到我们的第五套了 第五套也非常轻便好看的衣服 我只是叻 配上一个无袖 然后超级运动风的短板 衣服 而且是有帽子的 超可爱 ok 然后配那个短裤子 所以给人们看一下会变成什么模样呗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最后一套啦 所以就刚才我讲的 它就是一个有帽子的短板上 短板上衣 就会比较special一点啦 因为基本上会比较难看到短板 然后又有帽子的上衣 整个其实你整个穿搭要有固样的感觉 其实不单单只是衣服 要换的时候我们的头发啊 发型很重要 所以它原本是比较长的 如果我没有给它塞进去 它是比较长的一个短板衣 所以我就把它塞进去 整个就可以很明显录到我的高疗的地方 所以看起来整个人比较会更好哦 更修长也更好看也更有朝气 然后这个我自己绑的就是两个 两个一半的毛围在上面这样子啦 ok 所以大家事实上就是这样子 这是我的第五套 好 Let's go ok 所以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啦 那这个就是我今天为你们而准备的内容 就是用一个套装 还可以配出各种各样不同的 style出来 所以叻希望你们有学到一点点 所以我们下个影片见咯 还有记得一定要follow我的IG Facebook TikTok 还有 还有记得一定要帮我哦 按照留言订阅分享和打开 小铃铛 拜拜 拜拜 我还可以打开 面积下吧 现在对大家想说 那我们下期再见 大概一片 第二次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已经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